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科学顾问 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你好 你好 黄老师今天有好吃的 看 这个可好 核桃 我给您 加一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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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自己来吧 应该说呢 这个核桃是在坚果当中的不太好包的一种 你要没有力气呢 还是包不开的 你看 我包的 哎呦 所以你看彭老师我多贴心呢 我就怕您加不开 然后呢 我就给您准备了琥珀陶仁 就是这个吧 对这个是非常香非常好吃的 反正核桃呢我们是经常吃 但是包核桃呢确实是比较费力气的 比如说要到食品加工呢 那我们就需要这个核桃呢 它的这个形状要保持得非常的完美啊 是不是可以让机器来代替人工 包出既完整又好看的核桃呢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发明项目 核桃又称胡桃 营养价值丰富 可以直接去壳食用 也可以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零食 但是 由于核桃的外壳坚硬 果然松脆 在加工的过程中 实现大批量核桃的破壳取人 始终是个难题 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沸县 以韶药山巷为主 尤其是以核桃树的生长 这里的核桃栽培 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 核桃的加工 依旧以人工为主力 那么 大量核桃破壳取人 究竟存在怎样的难题 让我们的编导带大家 去现场 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我爱发明的编导王蒙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 林仪市 沸县的马庄镇 这里是著名的 山耀山核桃产区 我身后就是大片大片的核桃林 当地人往往都以核桃种植 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每到了核桃收获的季节 家家户户 基本上都忙着核桃的加工 他们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加工呢 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难度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大姐您这是在包核桃是吗 是的 我们在包核桃 您包这么多核桃人干什么用啊 他们新厂和加工厂用啊 如果不包直接卖可以吗 可以的 那可能要卖的价钱要少一点 就是价钱要低一点是吗 您砸这个核桃人有什么标准吗 有标准就是平一点就是核桃那样的价格要好一点 核桃一点就是说完整的是吗 对 砸这个完整一点的它有什么技巧吗 有呀 有很大的技巧呀 就是砸到核桃的时候吧 砸这个面 砸这个面 砸上面那个面 砸一下这个面 砸出来核桃日吧 它比较整 就是砸这个人整 对 价格要好一点 砸手的话一般能一天砸多少啊 一天大约就是55斤左右 砸多少小时啊 大约得砸八个小时左右 八个小时啊 对 那这就跟上班一样了是吗 对 得很快的砸 我看您砸这个好像还挺快的 没有您说的这么难吧 嗯 你可以试一下呀 那行 那我试试行吧 注意被砸的砸 哎呀 饿了 可以转一下 还得转一下 那这个可以 好的 好的 哦 这都砸破了这儿吧 这样的总结到时候就不如那种 这种好了 就没有那种好 是它这表皮破了也不行 对 对 第一次编导用的力气太大 把核桃仁砸破了 接下来编导降低力度 小心谨慎地砸向核桃 结果核桃只裂开了一道缝隙 核桃仁卡在里面 去不出来 这个现在包不出来怎么办呀 砸得力气小了 这个抠就不好抠了 对啊 就 包不出来可以再瞧一下 就这样 可以吧 就这样 轻轻了一点 哦 这个是技巧的问题 这个还是要靠技巧是吧 要靠技巧 卖不出价钱 编导接连试了几个 不是砸不开就是砸破了 没包几个就觉得有些累了 都好包 当时包这么多核桃类吗 有绿的 浑身都在吃劲 浑身都在吃劲是吗 哎呦 背地摇一摊 浑身都不得不得了 确实是这一直弯着腰 这个腰是一直在用劲的 对对对 而且就是砸得如果不小心的话 就很容易就把手砸伤了 对对对对对 一个手拨的时候 还容易把手砸伤是吧 对 而且还拨的时候 还容易把手拉到是吧 对对对对对 通过我刚才体验之后 我发现这个砸盒头 还是挺有难度的 是的 一呢是它因为需要一个技巧 你砸的力气大了 或者砸的位置不对 它都有可能把这个盒头仁砸碎了 而且这个砸盒头 还是一个体力活 这不光是要砸 而且就是全身都在用劲 特别是砸久了之后 腰就特别疼 看您用的都是锤子 还有夹子这种工具 那您有听说有别的机器 就是做这个破壳取人的吗 还没有 还没有是吗 对真的造成受工的 那到时候我们看看 有没有什么够好的设备 然后如果有的话 给您介绍一下行吗 那太谢谢您了 我们到时候就不用打破了 我们就解放了 核套破壳取人 真的就这么难吗 编导通过上网查询 看到青岛理工大学 有个叫行旭东的学生 研发了核套破壳取人机 经过一番周折 我们的编导来到了青岛理工大学 找到了秦旭东的指导教师 机械工程学院的李长和教授 李老师您好 您好 我听说您学校是有人做了一个 核套破壳取人的机器是吗 是啊 那它是您学生做的是吗 那它是我指导的 我们团队的 那团队的负责人 那是叫秦旭东 那行那您带我去找一下他吧 行还可以可以可以 好吧走吧 李老师您走 在李教授的带领下 编导见到了 正在打篮球的秦旭东 秦旭东在这呢 秦旭东 好好好 秦旭东打球 你好 这是我爱发明的记者 你好你好你好 听说你们是发明了一个 核套破壳的机器是吗 对对对对 李老师知道我们做了几代 这个核套破壳的这个装置 发明人 刑旭东 王晓明团队 发明项目 核套柔性破壳机 刑旭东 24岁 河南狐养人 就读于青岛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 及自动化专业 偶然间在使用 琥珀核套仁时 对核套整人的批量获取 产生兴趣 通过网络查找相关资料 发现 核套破壳装置 多以击打为原理 进行破壳 效率虽高 却很难得到 制作琥珀核套仁的原料 相对完整的核套仁 仍然依靠人力 手工破壳 因此 它萌生出一个想法 能不能结合自己所读的专业 制作一款 能够包出完整核套仁的机器 核套形状椭圆 果壳坚硬 有什么轻松的方法 开壳取人 同时还能不破坏核套仁呢 偶然间 行旭东看到林桌在吃花生 两个手轻轻一搓 红衣脱落 露出完整的花生仁 看到搓花生的行旭东 有了灵感 虽然核套仁被坚硬的外壳包裹着 但是如果能像搓花生红衣一样搓开 不就能快速地打开壳 并且取出完整的核套仁了吗 有了想法 可怎么制作机器呢 面对没有材料和从未接触过的难题 行旭东焦急不已 无奈之下 只能求助科技创新的王玉成老师 在王老师的帮助下 行旭东很快设计出了机器结构 并将机身和部分零件焊接组装 很快 一台核套柔性破壳装置 就做出来了 机器做好了 可是破壳取人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在行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实验楼 这就是你们的第一代机器是吗 对第一代设备 主要是分为三部分 首先这个地方是个储物舱 核套从这个地方放进去之后 进入下方的这个柔性剪切袋 这个剪切装置 这部分就可以实现核套的这个破壳 这是一个破壳装置是吗 对这部分是实现破壳任务的 它主要是利用这个上下的速度差 实现核套剪切破壳 到最后的壳人混合物进入到下方这个地方 螺旋滚筒 风流和分离装置 或者是分离是吧 对对对 客人分离 对对对 核套柔性破壳机 由机架 味料口 两条柔性弹性平带 叶片垂机系统及分离系统组成 当核套从味料口进入后 两条柔性平带以不同的速度运动 利用速度差 使核套产生裂纹 随后落入下方的垂机系统 在离心叶片的敲打下 核套与桶必碰撞 果仁和外壳脱离 再进入由螺旋滚筒 和锋利筛选组成的分离系统 较轻的核套皮 会在锋利作用下被吹出 较重的核套仁 则在螺旋叶片的带动下 从出口落下 实现核套的破壳取仁 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它是一个弹性的工作带是吧 但是它这么一撑的话 它就变得很大了 它真的能够把那个核套给破开吗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 那你拿几个核套咱们试一下 行 我看一下这个 行许东打开机器 拿了几个核套放到味料口 核套顺着味料口 进入两条平行的工作带中 工作带之间的溅气逐渐减小 核套外壳被破碎 你看这简直弹还真是能把核套给破开 对对对 你可以看这个效果 其实基本上都给它破开了 破开之后这些核套仁就分到这个螺旋滚筒里面 这个螺旋滚筒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核套仁混合物给它分别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核套仁的效果怎么样 可以 大部分都是这些四分之一人 我看着好像还不错 基本上看还是挺完整的 人工破壳也就这个效果了 正在机器继续运转的时候 一位叫王晓明的学生不请自来 出现在了实验室里 你咋来了 你怎么在这 做一下样机实验 这是你做的吗 对啊 刚刚做完实验 一个核套破壳机械 破核套的 对对对 你这效果能行吗 效果刚才做实验效果还挺好 我觉得你这破壳子不太现实 为什么不太现实 我有一个亲戚 他在淋漪废线那边 然后他家就经常用那个手工破壳取 就是平常我们手工破壳 都很难就是达到那个展示率 你们这个我觉得肯定不行 那咱用事实说话好吧 为了向王晓明证明 这台机器的效果 行续东端来了一盆核套 倒进味料斗 核套源源不断地滚进工作带 很快就连成一片 工作带的力量不可小觑 核套在工作带的揉搓挤压下 打开了坚硬的外壳 破碎后的壳人混合物 落入下方的螺旋滚筒 在锋利的作用下 比较轻的核套壳被吹出来 较重的核套仁则在螺旋滚筒 转动的推力下 从出料口落入下方的托盘中 这一次的破壳效果 汇格到王晓明的认可吗 我们现在检查一下这个核套的效果 同学你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核套仁怎么样 手工砸出来都是半仁的 它都是这种四分之一仁 好多都是不到四分之一仁 这种价值就非常低 它有点好多壳你看 它这个壳还没有去完整是吧 而且你看它这种都被挤了 你看都出油了 经过检查 除了核套仁的效果不令人满意外 还在壳里找到了不少没取出来的人 在机器的设计上 王晓明也指出了另外的问题 你看刚才送料的时候 这边就掉出来了 你就浪费了太多了我感觉 对 核桃刚才就有从这边出来的 对 都没有破 然后就整个就出来了 我觉得不行 刑许东不甘心 他决定再次放入一些核桃 想看看这次的机器 会不会表现得好一些 机器的运转 吸引了外面正在做实验的同学 大家都对这个机器指指点点 甚至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同学你觉得这个机器怎么样啊 这个机器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你看你看它这个压的 它没有首先吧 没有那个瓣儿 它全是碎的 应该还有待改进 因为我看见它在运行的时候 有的是碎屑 它就从旁边飞离出来了 可以在两侧再加一个挡板 它这个壳和点分的不怎么均匀 下一个二次的过程 才能达到那种可以直接使用的地步 机器还在运转 可是机器不可取而的效果 不离干净的 所以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 真的是让人头疼啊 那么日台机器呢 可以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验 来表述 这是一个核桃 我现在用锤子去砸它 您把它砸碎了 对 你看着是不是有点砸得 对呀 砸得稀巴烂的感觉 是不是 所以要让它砸得 别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这样的情况 肯定是砸的完整度有差 如果在砸的过程当中 给它加上一个限制 你再看一看 是不是这时候出来的砸 就完整多了 对 那么我们要想得到 这个更高的效率呢 我们也要保证质量 接下来我们的发明人 如何改进这台机器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机器效果不理想 让邢徐东在同学面前 丢了人 他独自留在实验室 琢磨机器 工作带导致核桃仁破碎 那么改变破壳方法 核桃仁不够完整的问题 会不会迎刃而解呢 一天 邢徐东在宿舍查阅资料 看到农户用的传统工具 都是带有凹槽的 他突然有了灵感 立刻重新研制机器 他要让核桃仁相对完整地取出来 经过夜以继日的研究改进 很快 邢徐东第二代的机器就做好了 改进后的核桃柔性破壳取而机 重新设计了核桃定量位料系统 采用送料滑桃使核桃落入六个破壳工位 同时利用气源带动微型冲击锤对撞 使核桃外壳均匀受力 产生均裂纹 随后进入壳仁分离系统 从而实现核桃柔性破壳取而的完整性 机器做好了是吗 对对对 基本上已经大致完成了 变化很大呀 好像跟第一代完全都不一样了 对 主要的变化是这个破壳原理 这个叫一个舒尺式搅拌装置 底下然后配备这不是有六个孔吗 六个孔的作用是什么呀 六个孔主要是搭配 你看下面有六组气缸 六组气缸搭配微型冲击锤 让核桃表面产生一个均匀的裂纹 产生这个均裂纹的作用是什么呢 核桃表面这个壳它碎 然后里边保护这个人不受损害 为了给编导演示 自己新机器的原理 邢许东找来了一名同学帮忙 准备用鸡蛋做个模拟测试 看一下微型锤的效果如何 单独拆下了一组气缸 然后咱们验证一下 能不能让这个鸡蛋表面 产生咱们预期的那种裂纹 那炸真的能行吗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来支撑的话 鸡蛋相对核桃壳来说 它比较 质地比较脆 所以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因为单独的一组气缸 缺少机架的支撑 只能两个人用力压住 才能进行实验 编导打开机器 隐藏在气缸内的微型锤被推出 从两侧撞击鸡蛋 编导拿起鸡蛋 仔细观察 它的外壳果然被撞出了裂纹 为了验证鸡蛋内部有没有受伤 编导小心翼翼地将鸡蛋包开 随着鸡蛋壳落下 白白嫩嫩的鸡蛋显露出来 居然真的没有受到损伤 机器破壳效果还不错 如果是破碎坚硬的核桃 机器还能有这样的表现吗 行许东把核桃放进入料口 核桃在舒尺式搅拌装置的带动下 进入破壳工备 一会儿就掉出来不少核桃人 可是核桃在微型锤的冲击下 是什么样呢 为了解答编导的疑问 行许东再次将机器拆开 还真是碎开了 对对对 碎开之后吧 它是并没有把它挤压 而只是到一个固定位置之后 它气缸形成就不动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对 它是要撞击两下是吧 对 撞击两下 因为有时候一下子 可能那个表面内纹产生的不够 就是不够 还真是挺完整的看起来 对 壳碎人不碎 对 三下五除二 核桃就破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还是挺完整的 对 这个非常好这些一点 它现在这个效果非常好 表皮好像没有破碎是吧 对对 表面红硬没有受到损伤 这样的话再去食品加工什么的 它附加值也比较高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一旦实验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同学给我提的一些建议吗 然后我想跟那个同学联系一下 然后让他给我提点建议 将机器组装后 刑许东打电话 喊来了给他提出建议的 王晓明 王晓明22岁 山东德州人 成绩优秀 专业知识扎实 但性格内向 平时话不多 往往会在上课前到实验室 帮忙准备材料 王晓明与刑许东 虽然不是同班同学 但是同专业的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 渐渐的两人也算熟悉了起来 他对核桃破壳取儿有着不一样的了解 这些源于他童年时代的经历 王晓明父母的工作非常忙 常常在寒暑假期间 将年幼的王晓明寄宿在费县亲戚家 费县因盛产核桃而闻名 家家户户都做着核桃加工的生意 王晓明亲戚家也不例外 正是因为王晓明的这段经历 是他对核桃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对于核桃加工程序更是熟悉不已 然而就在前不久 王晓明从电话里得知 费县的亲戚由于腰伤 无法继续从事核桃加工 只能把自家核桃便宜卖给了别人 这让王晓明很是担心 可是偏偏却又帮不上忙 这次听说情绪东的核桃破壳机 有了新的改建 王晓明心里又燃起了希望 匆忙赶到了实验室 小明来了 手上挺快挺快挺快 这么你打的电话没啥事赶紧过来了 你看我这个第二代机器 这个破壳效果怎么样 你这个比上次强挺多的 半人挺多的 对吧 你看我而且我这个半人表面 它第一代会有压损 这个半人它表面没有压损 这个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是吧 但是你这样光过看人 我还没啥用 你把机器打开 咱放点核桃试一下 咱放核桃 我刚才核桃试验 基本上都用完了核桃 我要不然再准备点物料 然后就找点人 那我就找我们边找个六七个人 来个人机比赛 你看咋样 行 往前走 往前找人去 我回去可以 拜拜 明天见 OK 对于和行许东的机器比赛 王小明十分重视 为此 他专门叫来参加比赛的同学们 给大家进行了一场培训 然后你把核桃放进去之后 然后摁住两边 一拉这个弹簧 它就开了 培训完成后 同学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招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用的 作为比赛道具 一切准备就绪 一场别开生面的核桃破壳比赛 即将开始 现在我们要进行一场人工队和机器队的比赛 然后你看你这边是一个人对他们这么多人是吗 我是一个人加一台机器对对面的人 对 那你们这边一共准备了多少人啊 一共是六个人 那你要不要上场比赛 我就不用 我上就太欺负他了 这是狠话说的 那你怎么看 小问题都是什么 再来十个也不是问题 那你们这次一共准备了多少核桃啊 我们基本上两边一边15斤吧 15斤那你觉得你有信心赢过他们吗 肯定没问题 肯定没问题 我这虽然是一个机器 但是有六对气刚好吗 那你觉得怎么样 晚上带我队员们吃点好的 有信心吗 有信心 我只关心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们赢 你呢最后赢了 我们队经历过严酷的训练 各种四边上的薄荷楼机器能熟练掌握 肯定赢 那看来我们这个队长已经做好了丰富的准备 那现在双方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这边一共是一边是15斤的核桃 看谁包得快 然后谁的那个核桃人更完整 就算哪边获胜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有 那你呢 他们这边人多势众呢 时刻准备着 那我现在宣布比赛开始 随着编导一声令下 双方立刻进入比赛状态 人工队将核桃分成三盘 每两人包一盘核桃 六位同学发挥人数优势 同时行动 使用的工具更是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别看工具不统一 但是人工的速度却不慢 很快就开了不少核桃人 人工这边干得热火朝天 行旭东 却不慌不忙 他悠哉悠哉地打开机器 将半袋核桃倒进入料斗 核桃在滑快的带动下 六个核桃同时进入破壳工位 微型锤撞击产生裂纹后 落入螺旋滚筒进行分离 没过多长时间 出料口就落了不少核桃人 看到行旭东内边的机器表现不凡 人工队也加快了速度 但这样一来 破壳的品质 就难免有些受影响了 哪个是你破的壳啊 这些 这些一半吧 有一半是有破开的 基本上都是四分之一的 所以我说是整合壳 用这个夹子好用吗 这个夹子吧 就是现在不是比赛吗 这个比赛的话 你想追求点速度 你就不好掌控这个力度 然后所以说你夹出来的 我这夹的就有点比较碎什么的 那你手疼吗 我看你这一人在高 你看你看 这都滑伤了 剥核桃 还真是 这都滑出一个口子来了 所以说剥核桃还挺长手的 核桃外壳坚硬 大小不一 如果一味地追求速度 就会导致核桃人破损 速度和质量不能兼得 看到人工队那边质量参差不齐 甚至还有人划伤了手 行许东这边则是感觉良好 机器持续运转 不知疲惫 而行许东更是轻松 只要补充物料就可以了 机器表现还不错 双方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 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同学前来围观 对于这一次的比赛 他们各输几件 我感觉机器会有 目前看到状况 感觉机器队还是效果比较好的 机器队效果比较好 对 为什么这么觉得呀 你看一下 你看他这个褐桃就很热 你看 哦 还是挺难认的 一半的都有 感觉目前他以机器代替人工时间 这个效果是已经很不错的效果 这位同学 我看你怎么跑这砸核桃来了 我想体验一下 跟大家一起感觉一下 这个八核桃的感觉 你砸的还挺完整的 但是我已经砸坏了十个 我才砸出来一个这么完整的核桃 那你支持人工队 还是支持他们机器队呀 那我都砸了十个核桃 才砸出来一个 那我当然支持机器队了 我支持人工队 那你为什么支持人工队呀 他们确实成功率高 我刚刚看机器队那边 机器队那边 他说是算快吧 但是没他们这么完整 有人看好人工 也有人力挺机器 今天的比赛 究竟谁能取得胜利呢 还得看最终结果 随着比赛时间进一步推进 人工队有些疲惫 受伤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核桃破壳机 却忽然不工作了 行许东你那怎么停了呀 好像哪出点问题 因为地方劲太够了 应该是哪漏气了 看到行许东的机器出现了故障 人工队重振精神 纷纷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想一局取得胜利 行许东焦急万分 不断调试着进气口 好不容易才让机器 重新恢复了工作 可是此时 人工队的核桃 已经所剩无几了 对于行许东说的 效果比人工好 王晓明显然并不相信 他跑到机器队那边 检查核桃仁的完整度 果然发现了问题 为此 王晓明叫停了机器 由于气动装置不稳定 核桃仁的品质 遭到王晓明的质疑 行许东不得不再次停下来 检修机器 但折腾了半天 出来的核桃仁 仍然不令人满意 无奈的他 只好眼睁睁看着人工队 包完了最后几个核桃 赢了吗我们 赢了赶紧赶紧赶紧 最后一个 这是最后一个核桃了是吗 对 太多急了 最后一个核桃已经包完了是吗 我们包完了 现在我包完了 好现在我宣布一下比赛结果 因为机器队这边机器出现了故障 所以机器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比赛 人工队已经包完了全部的核桃 所以人工队获胜 本以为这次机器肯定能一鸣惊人 结果还是出现了问题 明明感觉离成功不远了 可是却在最后关头 功亏一篑 这让从小学业成绩优秀的刑许东 突然有了挫败感 作为一班之长 往往都是他带领同学学习 组织同学进行讨论 可如今截二连三的失败 让他丢尽了面子 但倔强的刑许东不愿就此服输 他决心重新研制一台 足以让所有人都认可的机器 不仅如此 他还想到了一个办法 拉同学王小明入伙 凭借他对核桃加工的了解 和自己一起搞研发 一番交谈之后 王小明被刑许东的诚意打动 加上想到老家亲戚 也确实需要一台这样的机器 两人一拍结合 开始共同研发新的核桃破壳取人机 经过反复测试 行许东和王小明认为 机器的气动装置不稳定 是导致核桃破壳不理想 核桃仁容易破损的主要原因 可是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天 二人在食堂边吃早饭边讨论方案时 行许东包鸡蛋的方法 吸引了王小明的目光 如果用这种揉搓鸡蛋 使其破壳的方式 来包核桃 是否就可以得到 比较完整的核桃仁呢 为此 两人特地请教了指导老师 李长和教授 想知道这样的设计 是否可行 在得到了李教授的认可后 两人立刻着手 进行改进 很快 一台全新设计的核桃破壳机 做出来了 改进后的核桃柔性破壳取而机 改变了原有的味料系统 利用螺旋输送装置 使核桃逐个进入 预破碎系统 利用电机控制微型块运动 使核桃产生裂纹 经过挤压后的核桃 落入螺旋滚与橡胶滚之间 利用螺旋滚与橡胶滚的转动 使核桃旋转包壳 同时推动核桃向前运动 落入分离装置 实现核桃的破壳取而 得知机器改进成功的消息 我们的编导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打算看看新机器的效果如何 刑许东和王晓明介绍 这一次机器新增加了 螺旋输送破碎装置 能使核桃的输送破碎更加准确 通过凹槽旋转向前运动 包壳的效果会更好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刑许东拿来一些核桃 准备演示一下机器的效果 核桃经过预破碎系统 进入螺旋输送破壳装置 在螺旋滚的作用下 破去了外壳 壳人一起落入下方的分离系统 没一会儿出料口就有核桃仁掉落下来 很快行许东准备的核桃就全部被分离干净了 那么这一次机器破壳取而的效果怎么样呢 还是很完整的 它除了有里边那个分心布 然后剩下就是整个四半都在这 对 还有这种半仁的 你像什么扫加盒都可以用这一种 这种就是会有专门人来找我们采购 经过检查 这一次核桃破壳取而的效果 确实有了很大改善 整而率高 壳而分离也更加干净 见此情景 两个年轻人趁热打铁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们想把这台机器 运到王小明亲戚所在的废线 要和那里的核桃加工农户来一场比赛 说你们鞋开好的之后给我一个时间 然后我跟你们一起去看一看 好 为了能和核桃加工农户比一比 真正检验一下机器的效果 两人找到了李长和教授寻求援助 李教授也十分支持两人的决定 决定帮助他们完成这个心愿 几天后一切准备妥当 邢许东和王小明出发前去比赛的时间到了 核桃破壳机被精心包裹起来 装上了运输设备的车辆 咱老师和同学们殷切地期盼下 两人踏上了去往沸县的旅途 一番奔波后 抵达沸县的王小明带着邢许东 先找到了自己的亲戚家 想让亲戚帮忙张罗一下比赛的事宜 听说自家孩子做出了核桃破壳取人的机器 亲戚心里既高兴又自豪 他迫不及待 准备马上跟他们去看看机器 这就是我们做的机器 起初 见这台机器其貌不扬 王小明的姨父 还有些将信将疑 听了二人的介绍后 他也来了兴趣 如果机器真的好用 岂不是能给村里人帮上大忙 于是 姨父帮邢许东和王小明 联系了村里的核桃大户 宋九明 希望能让二人的机器和宋师傅的工人 来一场比赛 还要挂个机器 你挂来看一下 你这么多核桃 看一下 他说这个机器比单人工挂的还要快 去核桃里是吧 对 能行吗这个 肯定能行 你们两个研发的是吧 对 我们全都研发的 我们是个团队 两个特年轻了 能行吗 肯定行 没问题 没问题 回一扒不干净 这个核桃里 不会 我们这个扒的比人工扒的整日率都高 他一个人能顶九个人 一个机器 我俩操作这个机器顶八九个人 没问题 不但就做这个人试试吧 行啊 没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 行旭东和王小明 带着核桃破壳机 来到了约定的比赛场地 准备提前对机器 进行调试 另一边 人工队也已经全部到齐 双方都剑拔弩张 进行着最后的赛前准备 就在行旭东和王小明调试机器时 我们的编导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小明你们这本不是就一台机器吗 怎么又突然多了一台呀 这个是我们专门为对抗众多人工 准备一个秘密武器 这个秘密武器是做什么用的 微型块一块壳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组 就是这个一部分 这个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拆分出来 放到这儿了是吗 对 这部分和那个机器的 就是预破壳的地方 它机构原理实际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一部分是把那个预破壳 它那是一组 这变成了九组 随着比赛即将开始 场地附近也聚集了很多村民 听说机器要和人工比赛 每个人都十分好奇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您觉得机器队 还有人工队哪边能获胜啊 我想和机器队 这个我都传的 就是说始终就这个手动了 是吧 它这个开源结束是 嚴重的生产力啊 肯定它要比这个人工 这个弄出来以后 这个不把质量上干方便来 都会好 支持机器队 为什么支持机器队啊 它因为这个机器嘛 然后这个机器肯定比人工队快 您支持哪一个队啊 我支持人工队 支持人工队 为什么呀 人工队它任意队啊 它那边有两个小伙子 不可能比它们快 一切准备就绪 核桃扑壳机和人工的大战 一触即发 现在比赛双方已经就位 我右手边这边是您 还有您的人工队 这边是机器队 就只有你们两个对吗 就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外加两台机器 您这边带了几个人啊 带了八个人 带了八个人 就是精挑细选 八合同的高手 包几年合同了 包了很多年了 包很多年 速度怎么样啊 没有输过 您有信心跟他们机器队比赛吗 有 有信心 对 那您怎么这么有信心呢 我不可能相信 这个机器比我们人工有半点快 带着您的人工队 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吗 有 你看跟他们一比起来 你们两个就显得人单是薄了 你们有信心吗 也有 既然你们信心这么足 那么是两边一边 准备了五十斤的核桃 然后看谁先破完 谁破得更快 谁破得核桃仁更完整 就算比赛获胜 那现在三二一 比赛开始 好 随着编导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纷纷动作起来 争分夺秒 抓紧一切时间 开始核桃破壳 人工队利用人海战术 每人一盆核桃 战线全面铺开 人工队的师傅们 技术贤熟 手脚麻利 一个个核桃 转眼之间就开好了 另一边 行旭东操作着秘密武器 单独的破壳机器 微快的使核桃产生裂纹 欲破壳后的核桃 落入下方的托盘中 再交由王小明 进行下一步的取人工作 一旁的王小明 也没有闲下来 他利用这个键器 也向机器里 放入了一部分核桃 通过机器原有的 小型破壳装置 快速完成 破壳取人 核桃排着队 进入机器 经过挤压后 落入下方 进行包壳处理 很快就有核桃仁 掉落了下来 两人逐渐进入了状态 配合十分默契 随着核桃破壳机的运转 核桃仁开始 源源不断地掉落 出料口处 很快就堆积了大量 包好的核桃仁 看到机器队的实力 不容小觑 人工队也纷纷加快了手速 要和机器一亿争高低 您觉得人工队这边 表现得怎么样啊 表现得很好 包得很快 质量比较败的很好 核桃仁扒得糊润 大姐 您包这么多累不累啊 还行吧 还行 看您这速度还挺快的 奇怪了 那您平时一般包一斤核桃要多久啊 我还没带过 没算过时间是吧 您包这核桃累不累啊 不累 跟机器队那边比起来 您这现在可能比得上他们那边吗 肯定比得上 肯定比得上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这里 这个经纪主义 把这片子拍了 宋师傅带领的人工队 信心十足 刑许东和王小明的机器队 也不甘示弱 两台机器发挥稳定 根本不给人工队喘气的机会 刑许东一次又一次地 将核桃倒进玉破壳机 大量产生猎丸的核桃 被送到王小明那边 由于已经产生猎丸的核桃 比较脆弱 为了保证核桃仁的完整度 王小明小心翼翼 将核桃放入包壳系统 掉入螺旋滚的核桃 乖乖地卡在凹槽之中 再通过橡胶材质的滚轴 将核桃硬壳轻柔地包掉 对于村民来说 这样破壳取人的方式 还是第一次见 大家都十分好奇 很快机器边上就围满了人 人们都想仔细看看 这机器究竟是怎么取出核桃仁的 看您挺关注这个机器 是为什么呀 因为这核桃很多 以前都是手工在这剥核桃 所以很费劲 而且做时间长了腰疼 所以特别关心这个机器 那您觉得它效果怎么样啊 效果挺好的 看这个仁这个效果 还有速度都挺好 都挺好 跟人工比起来怎么样 跟人工肯定比人工要好 您见过这种机器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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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次见是吗 对 您觉得这机器怎么样啊 不能啊 很好啊 很好是吗 对 您如果村里有这机器 您觉得怎么样啊 很好啊 为什么好啊 因为快啊 快是吗 对 那您觉得效果怎么样啊 效果也不错 效果也不错是吧 谢谢 您是那个小明儿的仪 还有仪副是吧 对 我看您挺关注这个机器的 是 为什么呀 我看了机器 比这个工法的要快啊 那您看了效果 觉得怎么样啊 效果还挺好的 效果也挺好的 那仪您觉得呢 我觉得也挺好 也挺好 那这是因为您外上做的 您是不是又格外关注它呀 那必须支持一下 看到机器队那边围了不少人 人工队的队长宋师傅 也有些站不住了 也跑了过来 仔细观察站 机器的运转情况 以及包出来的核桃品质 您觉得这人效果怎么样啊 可以 还可以是吗 对 它完整率跟人工那边 比起来怎么样啊 差不多啊 差不多 您现在还有信心吗 很有信心 有信心 那他们这都已经这么快了 那您那边好像还收不少呢 还收不少 就加大油 那他们加一油 一定能胜过机器 随着比赛时间逐渐推移 相比于机器队那边 只需要放料的两人来讲 人工队这边 既要追求速度 还要保证核桃仁的完整度 眼看着人工师傅们 还是有些疲惫 手上的速度 也逐渐慢了下来 反观机器队 行曲东和王小明 却显得轻松自如 核桃铺壳机 动力十足 完成了大部分工作 两个人丝毫不见 任何疲倦的表情 比赛渐渐接近了尾声 双方快马加鞭 全力冲刺 人工队的师傅们 咬紧牙关 加快速度 想要最后拼上一把 但机器这一次表现 十分出色 没有出现任何状况 行曲东和王小明两人 也不慌不忙 有条不紊操作着机器 终于 机器队没有给人工队 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率先完成了 50斤核桃的包壳任务 我们机器队也破了 你们这边结束了是吗 机器队那边已经结束了 人工队这边停一下吧 您这核桃还剩不少呢 是吗 还剩这种地方呢 这进度是有稍微 比他们机器那边慢了不少 这次比赛 机器队包完50斤核桃 用时32分12秒 而人工队 则还剩下大概10斤的核桃 没有包完 在速度上 机器队显而易见 取得了胜利 那么双方包好的核桃人 品质如何呢 这效果好像还不错 这整人的还挺多 人工队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包出的核桃人 大部分都是半人 品质不错 而机器队这边 包好的核桃人 能让宋师傅满意吗 核桃米 核桃人这个破坏度就可以 这两分差不多 经过检查 宋师傅认为 机器队包出的核桃人 完整度虽然还不错 基本能达到半人的程度 不过 他在机器队的核桃壳里 发现了不少核桃人 可见 机器包核桃 要比人工队的损耗大 既然如此 双方核桃的出人率 是否都能满足要求呢 我们决定测算一下 首先上乘称重的是 机器队包出的核桃人 现在这三盆 核桃人加起来是25.7斤 这个盆一个是半斤 那这个机器队这边的核桃人 净含量应该是24.2斤 机器队这边 50斤核桃全部包完 出产的核桃人重量为24.2斤 出人率为48% 接下来轮到人工队 尽情称重了 大家将包好的核桃人 全部倒进一个大盆里 八个人的成果 也堆成了一座核桃山 经过计算 人工队包的40斤核桃 核桃人重量为20.18斤 出人率为50% 在出人率方面 机器队稍逊于人工队 双方的差距为2% 这样的结果会让宋师傅满意吗 能接受 能接受的 人工队包对人破旧率少 但是它这个效率 毕竟比机器要慢一些 效率比机器慢 毕竟人工现在有 这个人工费要高 不足机器 在宋师傅看来 双方这2%的出人率差距很小 更重要的还是机器破壳的速度 以及核桃人的完整程度 都能满足要求 相比于人工 机器确实存在 较大优势 现在我来宣布一下 比赛结果 这次机器队的效率 非常的高 然后两边的完整度 都是差不多的 是旗鼓相当的 而且耗损也是在 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宣布 这次比赛 机器队获胜 行旭东王晓明团队的核桃柔性破壳取人机 采用挤压式预破壳 带有弹性材料的螺旋滚揉搓破壳 利用离心和锋利 分离壳仁 能够有效地取出相对完整的核桃仁 工作效率高 在有限的时间内 大幅度减少核桃破壳取人的劳动量 解决了困扰果农多年的核桃破壳取人难题 行旭东王晓明团队研发的核桃破壳取人机 这个设备我觉得设计很好 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劳动强度 如果要说改进的话 我觉得一个是优化结构 提高机器的使用稳定性 还有就是降低它的核桃的损耗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手工织旧的棉布 经过多次染色 反复垂打 方能变身神秘美丽的亮布 亮布色彩迷人 闪闪发亮 可人工垂布 费时费力 辛苦劳累 新奇机器出手不凡 力大无穷 不知疲倦 为苗家传统服饰 增色天才 敬请收看外发明 垂布生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